Hello everyone, this is Teacher Jay. You are watching PSLE Math Classic Questions Series Video. 大家好,我是龐老师。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生初PSLE考试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。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作题思路,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。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十道题,我们先来读一下题。 Joe, Alex, and Sam,他们share some stamps,分享一些这些邮票,in the ratio of 3 to 6 to 5,3比6比5的关系,数量关系。 那么这是一道比例的问题,首先我们要确定的。 然后Sam,他kept one-fifth of his stamps,他保留了他的所有的邮票中的五分之一。 他把他的五分之一的邮票,San,Sam原来是五分,他给出五分之一,他其实还剩下四分。 但是这四分需要以3比5,3 to 5的比例,to Joe, and Alex,那么四要分成八分,这其中合适吗? 当然,这样子的分法就会出现分数。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比例的问题,我们就应该先进行处理。 Joe, Alex, and Sam,他最开始的比例是3 to 6 to 5。 我们的整个比例进行放大,得到的是6 to 12 to 10。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,我们的10,12和6,San的十分,他就可以很好的进行处理。 十分减去里边的五分之一,也就是两分,剩下来的八分, 8 units can be divided into 8 units, and 3 to 5的关系去分给Joe和Alex,就很容易了。 对于我们开始的3,他会有10分,然后呢,他将其中的1 5th kept as his himself, and give the rest,the rest是多少,10减2,等于8,他把剩下来的八分去分给另外两位朋友。 然后,Joe,原来的数量是,我们通过处理之后,得到Joe原来的数量是6, 6会再加上八分里边的其中的三分,很简单,我们就算出来,3 plus 6, that is 9 units,同样的,Alex,Alex原来有12, 12 plus 3 times 3加5,同样作为我们的分母,5 units, 12 plus 5 is 17 units, 好了,现在我们做到这里呢,继续往下读题, as a result,在分完了之后,as a result,Alex had 96 stamps more than Joe, Alex是17份,周是9份,那么他多出来的这一部分是96张的用票, 17 minus 9 is 8, 8,that means 8 units is 26, OK,that means 1 unit 96 divided by 8,that is 12, 每一份的股票的数量是12,我们已经求出来,他最后问的是how many stamps did Joe have in the end, Joe最后有多少份呢,我们来看,Joe最后是9份, So,I times 12 is 108, 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, 傅宽宾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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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块, 没有设案, warp一无毒ários的股票的主意, 感谢观看